发现车辆遭到拖掉 男子气瀑布冲上前理论 拿出球棒狂敲猛砸 要业者赶紧停车 只是男子违规在先 远景怎么可能就这样放他走 没想到下一秒 他居然亮枪恐吓 就怕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远景只好先让对方离开 只见他当下连辅助人都没拆 车辆就像穿着溜冰鞋 跑给拖掉车追 当时男子将车辆围停在红线上 不满只失去旁边潮商上个厕所 怎么走出来就发现车子被拖掉 也让他气得当街亮枪 一旁民众全看傻眼 远景也赶紧呼叫警力支援 事发就在12号下午 新北市板桥江紫翠同化区 住宅大楼旁画有不少红线 只要一接货检举 拖掉业者就会立刻到场 而当时张姓男子不满自己 明明已经准备要离开 对方还执意要拖掉 才会气得拿出玩具枪恐吓 警方事后也寻现来到一处住宅大楼 逮人当场查扣玩具枪 球棒等证物 一查一发现 嫌犯居然悬挂注销车牌上路 这回为了1700元的拖掉费 当街亮枪恐吓 除了得吃上妨害公物 恐吓等罪嫌 还得多花钱缴罚单 37位许小羽解放迷赖心意新北采访报道 小羽解放迷赖心意新北采访报道